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Animei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 由比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年轻导演 看若涵指导的科幻电影《海带》 这部低成本网络电影凭借它的意义和深度 收获了众多好评 虽然在镜头和画面的运用上有些简单 但一个刚出院的精神病人说出 世界要毁灭这样的言论 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即使有些事情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但只要蒙上一层浅浅的伪装 所有人都会对其视而不见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一起看看吧 这天大卫在一次海上钓鱼中 钓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海带 他说自己是来自乌鲁鲁星的外星人 13天之后他的种族将会征服地球 如果想活命 就在那天去空旷的地方 模仿海带飘动 他就会开着飞船赖街大卫 说完 便纵身跳进了海里 大卫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没有深究 然而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个小型飞船 从海底飞向了空中 这个奇怪的事件 一度让大卫认为自己又发病了 原来他是精神病院的一名病人 已经患病八年 曾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幻听幻视 这是他们出院前的最后一次放松治疗 眼看明天出院在即 谁也不想出什么乱子 然而就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 一个病人不小心说 自己看到了海里有不明飞行物飞上了天 医生毫不犹豫地就将他们的出院手续 改成了延缓治疗 大卫为了顺利出院 只能假装自己没看见 八年了 他终于换下了身上的冰号服 呼吸到了新鲜的自由空气 可是回到家后 他却还是忍不住跟自己的爸妈和奶奶说的这件事 只有在身上缠满海带到空旷的地方跳舞 才能够免死于地球毁灭 这卓是把饭桌上的人都吓呆了 大卫正好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不过他并不会放弃 说不定地球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那拯救全人类的重担就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了 他想了很多种办法 如何将这个秘密公开到网上 什么政府特供机密文件 模仿海带跳舞迎娶千万大奖 都9012年了这些东西 有哪个傻子会信呢 最后大卫还是选择了对真实的那一种 以一个曾经是精神病患者的身份 说出了几件事 也算是对地球人民有了一个交代 陈述完一切的大卫不安地上床睡觉 第二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药 然而这药对他来说就像是兴奋剂 让他不停地出现幻觉 一天下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清醒过来之后 发现自己躺在办公桌上 被同事们围着 都劝他回家休息 回家路上的显示屏正播报着新闻 最近各地都出现了 海藻生物大量消失的情况 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虽然古人都认为这是世界末日的象征 但专家认为世界末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大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后 收到了同学小胖的聚会邀请 爽快赴约后 却只有小胖一个人在等着他 其他的同学都怕万一大卫在饭桌上犯病 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大卫心里不是滋味 决定和小胖以醉解千仇 喝大了的他跟小胖说了 海带消失是因为海带星人要毁灭地球 而小胖不愧是和他上下铺的好兄弟 不仅没有直接否定大卫 还跟他说了自己的发现 原来身为记者的小胖 也在一直观察海带大范围消失这件事情 他在针对渔民和相关生物专家的调查中发现 这绝对不是普通事件 然后将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准备进行报道 主编却将这个稿子按了下来 另外海带已经成为了敏感话题 任何相关的稿件都不能通过 然而具体是什么原因 主编也不知道 小胖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巨大的阴谋 虽然飞船和外星人都超出了现在的认知 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宁可信其有 于是两人联手去说服家里人相信自己 大卫曾经是个精神病 小胖总不是吧 在两人联盟带哄下 最亲近的家人都相信了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在海带大规模消失的情况下 搞到50斤海带 才够他们所有人缠满全身 顺利搞到海带后 大卫容不安亲 他想要拯救更多的人 于是他发动亲人们去召集身边的人 听自己关于海带末日如何自救的演讲 却看起来甚至有点像传销组织 他们还自制了一条视频 要在电视台工作的小胖 将这条视频混进五间播出的新闻里 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世界毁灭时如何自救 这样一折腾家里人都遭不住了 纷纷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们都是在假装相信大卫 因为医生说配合病人意想中的行为 可能会让病不要而愈 小胖的目的也不纯粹 他是为了发表一篇关于精神病人的文章 才一直站在大卫这边 虽说大家都是在配合演出 这让大卫有些绝望崩溃 他大喊着为人类现身闯进了医院 制造了不小的混乱 然后再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只有奶奶愿意带着他最爱的海带来看他 大卫身边所有人的生活都因他的离开重回的正轨 然而就在一个不平凡的星期五 精神病院组织的文艺会演上 随着大卫唱出自己不被人相信的改编之歌时 海带惊人的飞船也随之来到了城市上空 所有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 竟然成为了现实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大卫凸下了自己的病号符 露出禅号的海带 顺利起飞登上了海带飞船 而地球上其他人的命运 大概真的如海带所说要被毁灭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鼎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吊海带舞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明的你看见各种精神科学你 小期见啦